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们要干吗 王文佐呢 你们要干什么 李大长 在这儿呢 这怎么回事 李大长 半个小时前 王文佐先生在车间里检查 一批旧的射部 不小心摔了一跤 这脸哪 正好撞在 正在启动的发动机 被严重畅伤 这不 江先生刚才替他经理了伤口 是 是 刚才江先生也在这儿 对 这么巧 你就是江宁安 正是在下 这伤口是你替他包扎的 是 那我现在拆开看看 你再给包回去 应该也无妨吧 不是 这刚上的药 拆开容易感染 这后果李队长确定担待的期望 对对对 我们的人 昨天晚上在纺织场里死了三个 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排查完了 就剩下他了 怎么 你想包庇嫌犯 反正他脸上已经上了药 拆开你也看不到脸了 倒不如明天一早 我给他换药的时候 您再来看看 厂长 刚才总部来电话 总部说不管怎样 一定要用最好的药和最好的大夫 还说王文佐先生曾经救过他的命 现在王文佐先生受伤了 必须要像照顾他本人一样 绝对不能出任何的纰漏 李队长 你看 也好 我明天早上再来 反正他现在插翅也难飞 走 是 孙女脸 你先忙去吧 这里有我看着他 那就有劳你了 另外医院那边我安排好了 好 拖堂之后 我们就出发 好 好 起来吧 好 只是谢谢你啊 这玩意儿甭在脸上真难受 难受也得忍着 要是被这帮特务认出你来 那可够你喝一壶的 谁 我 好 王文佐 王先生 请 里边请 没事好吧 一眼的洪雪丝 这么早 找我有事啊 王先生 我想跟你谈谈 昨晚的事情 昨晚的事 昨晚我睡得挺好 别装了 我都看见了 是你 杀死了廷照社的三个特务 你该不会要我把枪都搜出来吧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顾英雄献上 说吧 你想怎么样 原来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我们现在是在同一条船上 忘了告诉你 李五九这个人非常久了 我们只有联起手来 才能调查出设备的具体位置 我凭什么相信你 因为我们两个人目的都一样 你查到哪儿了 东西在仓库群 可昨天晚上我刚查过七号仓库 你的枪就响了 要不是你的枪响了 我早就能确定 设备的具体位置 你的速度还挺快 我有纺织厂的施工地图 这些设备我还接触过 在没有投入使用前 不仅要定期进行机油保养 而且还要注意防潮 我们说说仓库群吧 四号和五号仓库在围墙角 而且下方有一条水沟流过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 而一到三号仓库 在仓库群的外沿 按常理来说也不太可能 所以只有七到十号仓库 但七号仓库 昨晚我已经查过了 里面只是一些 报废的生产机器而已 这么说来 东西一定就在八九十号仓库 没错 因为昨晚的事 这三个仓库 肯定已经有重命把守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计划 看来你是有备而来 只有我们联手 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不过在此之前 你还得替我先掩护一下 江宁安先生 你还没有告诉我 究竟是谁派你来的 美国临时馆里有我们的人 我是奉先生之命来保护你的 在此之前我不认识你 所以才一再试探 我说谁这么大本事 敢在大使馆里把人调包 恐怕你这次来保护的不是我 而是那批设备吗 这重要吗 现在暂时躲过了 李五九的追查 明天早上 李五九拆开你的绷带 你躲都没地方躲 既然无处可躲 那就无须再躲了 兄弟 干什么去 我是江宁安 我奉厂长的命令 出去为王文总先生 买一些创伤药 没有孙经理 或者李五九队长的千章 谁也不准出去 你所谓的千章 是不是这样 没错 你去吧 好 谢谢啊 老板 我要拿包烟 什么烟 大前门 看仔细了 等会儿 十块 老板 嗯 这人怎么这么严稠 这人怎么这么严重 李五九已经产生怀疑 明天早上八点前 把王文总送入纺织厂 带上几枚耐酸的螺丝钉 便可畅通无阻 这什么意思呢 这 这什么意思呢 这 谁知道这又是顾英雄 在唱哪一出啊 你刚才说 送这张纸条的人 不是顾大哥本人 没错 当时我看这个人 有些眼熟 后来我想起来了 他是复兴式的老特务 汤文生 是我义父当年的学生 我见过他的照片 这会不会是 那个姓苏的 设的一个圈套啊 故意传递一个假情报 把我们所有的人 都骗进红枝上 借礼五九之手 把我们全部干掉 这的确有问题 那个真的王文总一现身 当场拆穿的话 我们就走投无路了 在此之前 我向义父申请过 支援谷英雄 可义父当时回绝了 现在这个汤名声 他竟然突然出现在 纺织场里 一定另有隐情 不过我倒相信 他传出来的情报 是真实的 你怎么知道 他传的情报是真的 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一句话 他说了什么呀 你这么肯定 这你就不用管了 如果你们觉得危险的话 这件事就由我来办好 把王文总交给我 来 还是 快 千古 我们 我们 现在 不 喂 苏先生 是我 允香 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 安全吗 苏先生 您放心 我的反跟踪能力 可是您训练出来的 苏先生 我这边有一些情况 要向您汇报 苏先生 请您给以指示 不行 谷英雄多次与我作对 我也有除掉他之心 不过他现在对这批设备 两如指掌 并且与天照社的人 也交过几次事 你好好的辅助他 这也尚算更大 可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当年那批学生当中 属你的能力最强 不过你身上的这股傲气 可要赶一赶 你放心 事成之后 我答应你的事情 一分也不会少 另外 我已经派春生去了上海 他会跟你接头 他的话也就是我的话 是 苏先生 您放心 所有的人都已经排查过了 从现在来看 只有此人最为可言 不过 我听孙政雄说 他已经向左部求证过了 就是王文佐本人哪 我们的人回来报告说 顾英雄已经消失两天了 这么多人 都在纺织场里 这个人还敢有大动作 可像极了顾英雄的 做事风格 到现在 我也没见过这个 王文佐的脸 所以 最值得怀疑的人 就是他 从现在起 给我盯紧这个人 有什么动静 立刻向我报告 是 这是什么线 排水渠 雨水里有用 而且是上好的机油 看来地图上 果然没有要错 这么说来 只要搞清楚 是哪条水区在排污水 也就能确定 设备到底在几号仓库 你干什么干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老实在 我刚才教你的话 你别忘了 不敢 不敢 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老子不会杀你 你要是敢耍花招的话 我立刻一波 让他听见没有 不敢 不敢 走 走 我自然点 笑一笑 你想得那么难堪 笑啊 你给我笑 算了 算了 别笑了 笑得比哭还难堪呢 走 站住 董先生 我是大使馆的人 王文左先生 让我带了一个中国工人 解决仿制设备部件的问题 对 带什么部件 你看你 这都是专业维修的部件 你看 都齐了 对对对 这是这个耐酸螺丝 这个是测量仪器 行了 在这里等着 我去通知孙厂长 我告诉你 别想耍花招 你的皮带扣上 让我安装了遥控炸弹 只要我掩按钮 你跟老子同归于尽巴 放松点 放松点 自然点 放松点 好 心脏没什么事 再把腿抬起来我看一眼 好点吧 经理 现在好多了 回去以后啊 再多按一下这个穴位 会好得更快一些 好 看来经理 果然听取了在下的建议 病情没有向坏处发展 如果今天去医院检查 效果肯定更好 我已经跟医院预约好了 再过一盔钟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那我得尽快把王文总先生 今天的药给换了 等等等等等 059还没到呢 要是不让他看看究竟 他是不会安心的 行行 那我们就再等等他 团长 外面有两个人想见您 什么人啊 听说是大使馆的 是王文总先生的朋友 他还带了一名 中国做机械部件的工匠 人哪 人在门口 那赶紧走啊 船长 就是他们 您就是孙经理吧 看来王文总先生说得 果然没错 不出其招 还真是见不到孙经理本人啊 说一下 您是王文总先生的朋友 正是 我是应他邀请 替他找到一位 做机器部件最好的工匠 他最擅长的 就是做螺丝钉和齿轮 太好了 能让我看看东西吗 好好好 可以可以 我这个鼠啊 那做得在全上海 那是数一数二的 那可真是非常奇心啊 来来来 您瞅瞅 我这是技术精湛哪 小二位随我来吧 好嘞 来来来 请 好 走 谢谢 好嘞 请请 真是不巧 昨天王文总先生 在车间里出了点意外 受了点伤 现在还在屋里养着呢 厂长 我看不如这样 我带这位大使馆的先生 去见见王先生 顺便把药给他换了 您回去收拾一下 一刻钟点后 我们在门口集合 知道 一起去医院 好 好 这次歹慢了 王先生康福后 我一定好好招待你 好好好 师父 要不我带你到车间去看看 好好好 走走走 我去车间里转转 你给我好好的 好 请吧 对了 正儿先生 你一定要救我呀 我是被刚才那个人 绑架进来的 绑架 要不这样 您把这事告诉孙经理 让他救我 我身上被绑了炸弹 只要我拖钱 我一定给你钱 好多好多的钱 好 他在房间等着你呢 走吧 好 孙先生 孙先生 王先生 孙先生 你别来无恙吧 是啊是啊 挺好的 挺好的 是 是你 你 你可别乱来 我可什么都没说 我们好好聊聊 我 快 李吴九 你可马上就到了 好 队长 怎么样 没出什么问题吗 没有 在您到来之前 没有人出过房子 很好 你们几个跟我走 是 李队长 您来了 我不会又迟到了吧 我这儿刚替王文总先生 换好药 少废话 让开 别别别 来 避免病人感染 少一些人进来好 你们几个 在门口等着 是 李队长 里边请 给他开的药啊 有一些安眠的成分 他现在需要多休息 查一下 您看现在是不是可以给病人包上了 偷逢时间太长 容易失了药效啊 包吧 怎么样 队长 不是他 看来在纺织场里行凶的 另有其人 那现在 现在 你们给我盯紧了 白天给我密查所有工人 晚上 多派点人手 去过手印 只要过完这最后两天 我们就安全了 我现在马上回去 向小姐汇报 有什么发现 你们 立即给我打电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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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们能够按时给钱 保证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来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这样就把定金先付给你 做好之后我还有中心 好好好 那我收下了啊 那行 那我就先走了 再见啊 再见 怎么样 天意无缝 不过你最好加快进度 苏先生和我 可没那么多的耐心 看样子 兄弟你是稀有不甘的 不会是怕我抢了你的头工吧 我本以为大名鼎鼎的贡英雄 是个胸怀大肚的人呐 我本来就很大肚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确定这批设备 到底在八号 九号 还是石后仓库 今天晚上 我们就去这三个仓库附近 放一把火 特务最先救哪个仓库的火 也就很明显了 这计划不错 不过听起来倒不像是一个 高级特工的主要 要是这把火 把这批设备给烧毁了 那还有什么价值 可现在 你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吗 好 我得送孙正雄去医院检查 最好在天黑之前 你能想出别的计策 可没 害怕 这个龟孙子啊 触手也够大方的啊 为了几颗螺丝丁 竟然给小爷这么多钱 太好了 这回给发财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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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回头 我好好请进你啊 看你的穿着好像不像是在房里面 坏了坏了 那是琉琼的车 哎 李队长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哎 车是我开的 责任在保 实在保险 实在保险 来人啊 实在保险 快去把车间的维修工工找来 快点 哎 好嘞 哎 对不起啊 李队长 哎 孙经理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 可以向总部打报告吗 哎 李邦 哎 李队长 你就是借我两个道 我也不敢对您造私啊 哦 对了 刚才那个人是谁 不像是厂子里的人 哎 那个 是我们新请来做机器零部件的 一会儿走 一会儿走 孙经理 现在可是特殊时期 要是因为你的疏忽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你是知道后果的 哎 那是 那是那是那是 车就不必劳烦你修了 还要去向上风报告 对不起 对不起 慢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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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慢走 哎 哎 孙经理 刚才是我一时走人实在不好意思 给孙经理添麻烦了 还得话 如今啊 李五九得势 整天有无洋味的 还是少惹吧 是 走走走 上这 来来 老公 乖乖乖乖乖 干吗 刚才碰到李五九了 呸呀 老公 小子 想我的妈 想过了没有 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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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想得这么大胆 直接一下这王文佐就进来了 这不都跟你学的吗 哎 我觉得奇怪 这个王文佐这么老实 他身上放了什么东西吗 嗯 把他吓得呀 浑身是哆嗦 臭小子 哎呀 哎 哎 对了 刚才那个医生 就是你的内应吧 我听孙明云说 他叫汤云生 是个老特务 孙明生 竟然会派他来保护我 这说明 他把这个设备 看得比我的命还重要 这个人心高气傲 让他配合我的工作 绝对不可能 哎 那你的意思是 他就像个定时炸弹 一旦我确定了设备地点 他一定会来个一箭双雕 借李五九之手 来除掉 哎 对了 刚才我听孙正雄说 他们要去医院 要不 我去把他给干掉 哎 这倒不必 这些 不过是我的设想而已 哎 对了 我刚才告诉了他 一个假计划 这个家伙 一定会在去医院的路上 向他的上风汇报 一会儿 你把王文走送出去之后 去医院盯着他 好 没问题 哎 哎 对了 您啊 还得替我准备几样东西 下次送螺丝钉的时候 交给我 记得 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你说 嗯 你给我起来 哎呀 还撞我一下啊 睡美了吧你啊 走回家 你把我怎么啦 啊 不是 你把你怎么啦 瞧你那副德行啊 我告诉你啊 一会儿你出去 再敢在那边面前多说话 我就引爆炸弹 把你炸成碎片 丢老实点 不敢不敢了 再不敢了 走 等会儿我眼镜 我眼镜 不是 瞧你那副熊样吧你 粉 粉 不不不不 走回你 好久不见了 一天没来带我 走啊 请喝茶 谢谢啊 下去吧 好香啊 射备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英雄查到了东丽纺织厂 他以法力坦派出的工程师身份 已经混进去了 最新的消息是 他大致确定了隐藏设备的范围 由于天照社防守十分严密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具体的位置 我听说同行的还有一位医生 这医生要是进了纺织厂 一定能认出英雄来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原因 现在英雄一个人在纺织厂 孤军奋战 如果他真的确定了 这批设备的位置 光靠行动小组几个人 也不可能把设备运出来 我立刻与总队取得联系 让他们派人去接应应数 这样有什么感觉 没感觉 没感觉是吧 孙经理 你先在这里等候一下 我去医务室处理一下 等有了结果 我马上过来告诉你 好 那就有劳你了 没事没事 走 去医务室 他在办公室里等了你很久了 带我去见他 给我来 嗯 就这里 好 对不起 让您久等了 只要等的值得 等待就是有意义的 谁在哪儿 鹊钳 他可以在事哪儿 方IP PJ说 你哪儿 尝我们不许多 岳币 眼里有什么其愣 我更不用我 清极了 不过有另外一个任务 要交给你 请指示 除了确定这批设备的 具体位置 还要除掉顾英雄 这 怎么了 有问题吗 可是 先生明确交代 我现在的任务 是保证他的安全 配合他找出 设备的最终下落 我想先生也告诉过你 顾英雄一定要除掉 是 既然顾英雄 已经把今晚的计划 告诉你了 而且没有别的办法 这个任务你能完成吗 没问题 既然如此 顾英雄还有利用的价值吗 那先生那边如何交代 你也是先生身边的老人了 应该知道先生只看结果 不看国场 你要是真的配合顾英雄 完成了这次任务 这笔功劳算谁的 要不是你及时出现 顾英雄的身份 早就被拆穿了 这 兄弟 是时候该出头了 上海这边 可空着几个重要的位置呢 明白了 谢春生兄提醒 记住 要干净利索 是 孙政雄的检查结果 要下午才能出来 回到纺织厂 我知道该怎么做 很好 等你的好消息 是 有 这个复兴事没有一个好东西 到这个时候了 还在背后捅刀子 现在看来 那个唐英雄比天杖射的人更危险 其实顾大哥 早就看出 腾炎身不对劲了 所以才让我去医院的 现在啊 我必须得回一趟纺织厂 通知顾大哥 先下手为强 没错 低迷无暗 只要被逮到什么把柄 一招就能要了 顾大哥的命 不行 我得去一趟纺织厂 正好 我还得送顾大哥 几样礼物 你终于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来上海做什么 你们不会是在想 这个时候出卖顾英雄吧 你听谁说的 你只需要回答 我是还是不是 牟云 你跟着先生的时间 也不短了 你应该知道 他是怎么想的 他不可能让顾英雄 活下来 到底是义父不希望 还是你不想 你先冷静点 我冷静 顾英雄哪一点做错了 是揪出了刘牟天 这个奸细 还是查到了 勘探设备的下落 是因为先生找到了 更适合替代他的人选 你们这是过河拆桥 桥坏了 就得修 修不好 就得换了 这个道理 你应该明白 我告诉你 只要有我苏木云在 你们就休想动 顾英雄一根寒毛 现在这个形势 已非你我能掌控 还是让吴英雄自求多福 还是让吴英雄自求多福 原来在二号车间门口 只要把这个地方挖开 就能确定 到第几号仓库 在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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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在排水 上 在排水 上 在排水 上 这么多特务 草场上又没有任何遮掩物 要想挖开那个地方 根本不可能了 有了 王先生 您怎么来了 我在房间里脸坏了 出来看看 对了 顺便问你点事 这样吧 您的伤还没好 车间里污钱太大 小心感染 咱们出去聊 好 走吧 王先生 咱们出去说 走 走 王先生 找我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就是上午来的那个中国工匠 看了罗斯的尺寸没有 我给他看了 他做的样品我也看了 应该能满足咱们的要求 那就好 好 这样好的工匠 现在已经不多了 是吧 应该很快就会过来 怎么了 糟了 我的钥匙掉里面了 什么钥匙 这整个车间的钥匙 全场就这一把 这么重要啊 赶紧找 找找找找找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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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是王先生您刚才有说什么来着没什么啊 咱们有时间再聊吧 好好好 那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 我随叫随到 好好好 谢谢谢谢 我看我还是先回屋了啊 太阳晒得真是太热了 好好好 那什么 王先生再见啊 好 好好好 怎么又是你 这是我新做的螺丝厅特意赶紧送过来了 大爷看看 好嘞 你看这两天咳把我累坏了啊 你们催着药啊 你瞅瞅 这是什么 这个啊 这是王先生特意要的烟 他最爱抽大前门了 还挺香的 你不知道病人是不能抽烟吗 就留一包啊 又留一包 还有 这个 这是孝敬您的 好好好 这一包我就留着了啊 我就留一包 就留一包 要是不给你留点 你也不好交差 谁去吧 好嘞 谢谢啊 好 好 好 kö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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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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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